残酷的大草原上 每天都在风起云涌 为了生存 必须得到食物 为了食物又必须拼死去抢夺 如此往复循环生生不息 一头雌性的猎豹 带着几只嗷嗷待哺的幼崽 早上醒来 母豹又得为孩子们寻找食物了 一起羚羊出现在母豹的实现中 豹子没有丝毫犹豫 冲上前去 羚羊是猎豹最喜欢的美食 成功补到一只后 母豹顾不得多做休息 正打算将猎豹带回去 而这时母豹的眼中出现了 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草原上的匪徒出现了 一群猎狗闻着食物的香味冒了出来 猎豹不想将自己辛苦得到的食物 拱手向上 但是不得不放弃 因为它若是受伤 就再也不能捕到食物 小豹子们可能也会 分为别人的服中餐 也许猎狗不会吹灰之力 就得到了一顿美餐 可是太容易得到的东西 往往很难扎牢 跟胡适淡淡的狮子作对 猎狗无意识 最好没趣 最后惨败在狮子嘴下 也不得不相处